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颜长寿 9号出席中研院的演讲活动时表示 台湾批评的人太多 卷起袖子做事的人太少 10号出席女董事联盟活动后又表示 正面的批评会让社会更好 但是近期台湾太多负面的批评 也让付诸行动人变得更少 我们不够勇敢 我们想太多 我们太在意自己的表现 批评一董事长松文七 在母亲节前夕出席女董事联盟演讲 要新一代女性勇敢为自己站出来 认知神经科学权威洪兰教授也一同出席 不过万宏从中一点绿 唯一参加讲座的男性 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颜长寿 我其实是陪所有的伟大的女性在台上 真的我必须坦白讲 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有很多女性很杰出 在女性主导的场子中 颜长寿说起话来都变得小心翼翼 不过9号他出席中演员活动时 提到台湾批评的人太多 行动的人太少 他表示台湾负面批评太多 缺少正面能量 我觉得应该要行动 其实那个负面的声音太多了 会把整个社会的士气给打下来 但是现在台湾需要的是大家互相鼓励 尤其年轻人 至于红海郭栋 最近动作频频引发企业家性话题 颜长寿认为台湾现在经济条件 不能跟大爆发的时代相比 如果竞争力要赢 那必须要先从教育着手 如果我们学校的品质是够好的话 我们可以变成亚洲的瑞士 亚洲的瑞士是为全世界创造人才 那么如果我们的人才可以走向世界 都有竞争力的时候 他不一定要以台湾作为唯一的 成就自己的未来 不正面回应企业是否该加息 不过言长寿相当关心台湾教育 他也认为台湾的年轻人需要被鼓励 否则负面批评太多 只会让社会更加不安